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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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机器四黑咬四四五的牛仔,邮差拥兵并并幻 这个阵容打猴缝,有点打不动吧,牛仔打不过 这边的邮差也打不过 直接一波转进过来,到脸上面,这邮差应该是下一个镜子就得倒 感觉没有办法能够扛得住 给他下一个镜子好,这边飞轮CD都还没好的,红夫人这边的话就两个镜子抬走了 这邮差没有任何操作攻击,来我们镜头给他邮差 这邮差但凡扭的要这个镜子 有牛仔,扭是扭不掉,牛仔这边勾的话倒是可以 但红夫人这里的话,看见这个牛仔吗,他可以先逼一逼走位 好,然后这边抬镜子,来,321,扭飞轮也没用 说实话也没什么用,因为这个位置你飞轮拉开这波距离 红夫人也是可以根据你的位置进行调整的,你该吃刀还得吃刀 来,我们镜头给他四次五 三不一放,对我三不一放,我这边甚至可以对吧,再过来打你一手 还不再放一波 哎,我去 抬镜子,这里的话飞轮交不交不交 转进打牛仔,还是说直接牵,直接牵的话他得走,他得往另外一个方向我觉得 就是他往刚才那个,桥边走过河挂在,好了,这个我终于是骗掉了,挂在那个,就是,过桥口子 但这张椅子上面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吧,当然这边也行,两不一放,两不一放,反正把人放下去,抬镜子,这牛仔必须吃的,必须吃的 哎,好的,那逼你交人,甚至可以交闪现 骗一手,想骗你松手,没能成功,这边的话闪现打可以 哎呀,这个闪现被这边的这个旋转木马给挡了 问题倒是不大,就是他的真身命运就少了很多,那本来这波双岛其实我觉得打得非常好的 这波双岛打完,回升过来,一个镜子抬走,这边的游差就是一个大优的局面 现在的话呢,是一个宝瓶真身 镜子飞轮,没能躲掉,好,来 人的话,这边挂上以后,拥兵倒是可以再来救一波 但拥兵距离有点远,要不并换来吧,并换来吧,并换可以救一波 并换手里有个拨命的,这里的话,并换卡着外面两个队友 一人一台机子,机子其实已经够了 但是由于这波并换自己的机子没有修掉 所以说私人开门战,我觉得打不出来,打不出来,好吧 这人还救不了呢,现在 这,这,哇,也进双刀,为什么会双刀呢 因为刚才并换站的那个位置真的非常的差 他那个位置被打到以后,他往哪边走都有一个绕口 也就是说红夫人这边插刀结束以后,他的镜子可以继续追着你打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真圣面都打出来了呀 这佣兵被迫过来救人,佣兵的机子还要让牛仔去补啊 牛仔补完佣兵的机子,佣兵这边救完人以后还要再去补掉这边病患的机子 似乎不太可能,这个红夫人的镜子确实非常的准啊 当然也是因为他这套阵容确实打红夫人不太打得动 这套阵容遇到红夫人呢,讲道理,我觉得红夫人保命真正蛮好打的 佣兵卡着,怎么地,反正卡半仙就一波嘛 就完再看了,红夫人这边就不客气一点 切尸场,就这么简单,切尸场,稳赢吧 真的 跟不过来了,好的,一刀带,来死 那这样的话,反向过去投,镜头给到佣兵啊 他这边镜子一定抬佣兵 一定抬的是佣兵,佣兵这边的话 护兵得跳 跳完,红夫人这边人挂回来以后,一脚尸长踹 还有吗 切过去打,这么凶狠 护兵 那是真凶狠 切过来打,也行吧 这边把佣兵挂上,我继续守着机子 外面机子你动了,我就抬镜子过来打你 一个半血的牛仔,一个倒地的病患不足为据 呃,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这边过来抓佣兵 确实很好啊,打得很凶狠 冰花这边交自己,抬镜子 这边看到马基没有抖动,所以这个镜子没有交 透过河过来看一下,知道这边没有人 那这边的话,哇帅帅帅帅帅帅 哇,这个镜子抬得真雷妈帅啊 这个镜子是真的帅 他就是过来先看 因为你当时倒的位置大概率红夫人是知道的,对吧 我看河边 透过河来看没有人 闪现321 不交,求稳 这么稳吗 6秒钟以后下一个镜子 牛仔能干嘛 四杀机器四黑 这个红夫人真的好顶 抬镜子,牛仔这边勾板 呃,红夫人这里的话 这个位置要不要交个闪现用镜像来打 哎,漂亮 直接投降 算,改的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